哈囉大家好我是PF好久不見啦 各位來吧 我們今天呢還沒有 我還沒有玩中秋節活動 我原本已經要先開直播了 結果一打開遊戲發現有一個禮包的出現 那這個東西呢就是我們的棒棍的造型了 沒有想到竟然是新角會先出造型 感覺蠻明顯的啦 就是哪一隻角色最紅他就先出哪一隻角色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棒棍的造型怎麼樣吧 我個人覺得這個棒棍好像也挺帥的 一個是大天使這邊是雷神索爾 等一下這樣真的不會有版權問題 然後鋼鐵貓是鋼鐵貓 那鋼鐵貓挺不可愛的 好像沒有那麼的帥氣的感覺你知道嗎 好像少了一些些 好啦那我們這邊還是以叫出棒棍為主 欸順便打月兔 好多事情要做全部一起做 把棒棍叫出來 然後要給他點到加16 我們來看看那個造型到底有多帥 那我們這邊就一樣 我這個時候現在都 自從有那個火箭啾之後 我都會以叫出金色為主 因為現在叫出金色不會像之前那麼那麼的虧了 對反正你叫出不管哪一隻都有叫出來的必要 像是治安官就藍斯洛特嘛對不對 然後如果是暴風的話呢 看是要扣地還是要搬恩都OK 然後老虎的話 紅八跟球棒 可是球棒應該比較香啦 紅八應該很常會叫 除非在地獄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我們的鋼鐵貓 鋼鐵貓的話 晶電啦 晶電的話就會叫出火箭啾 突然對這個名字有點不熟 這一段時間突然更新超多東西 對他不是一次更新耶 是慢慢更新耶 這個感覺雖然說挺爽的啦 但是挺累的你知道嗎 好那這邊出了一個藍絲 好啦我這邊還是先出一隻藍絲 來順便看看這兩個到底哪一個比較帥 我總覺得那個獵人 那個應該有點帥 對 那個他剛進化之後的那個樣子 好像有一點帥過頭 不過我這邊還是要以金裝為主 金角為主啊 那這邊炸藥的話不要合成掉 然後又出一隻月兔耶 哇這個月兔該不會有人可以在一回合內就打了 超多隻超多隻吧 好這邊都是藍絲 先不管兩隻藍絲 好啦這個藍蒂也下去 有了 拜託 哇晶電再等他一下 這個不急 欸也出了 有這個 好把新角都拿出來拿出來 欸有了有了也進化了也進化了 都給他都給他 我覺得這個50%真的是很像啦 對這個50%的進化 比起青蛙的50%進化 那個剩值真的是差蠻多的 當然還是有機會全爆 但好很多了真的是好很多了 有了有了又有了 那我這邊再來給他拼一隻 啊我要拼樹木啦 沒樹木不能進 欸這個 很討厭耶 換句話說等一下我這個上去 哇我還以為他會直接給我四隻 都給我 欸不管再給我一次 他現在怎樣 我的老虎勒 完全沒有出來 那福仔都已經叫出一隻老虎了 來我再叫第二隻 看有沒有機會給他爆炸 欸又進化了 不是啦我的球棒啊 你確定嗎 球棒啊同學 給我一隻老虎我就可以出球棒了 欸有班恩 好啦把所有的神話全部叫出來吧 以前我會叫那個神話的角色是四神嘛 現在硬要講的話是 九神了耶 已經是九神了耶 感覺好像可以再出一隻片 欸 只要每出一個 每出一個傳說級合成的角色 我都可以再給他出下一隻 現在到第27回合 我們的神話都還沒有出 那福仔的話已經開始在強化了 福仔你看你那邊有沒有辦法強化出一隻食物的 然後一隻食物以下的 麻煩你了福仔 那我這邊就繼續啦 繼續打錢 繼續 繼續用三賊去賺錢 我現在有一萬多塊啦 好像也可以用硬叫的方式 然後有獵人 來 獵人 2 1 0 哇好衰喔 好啦就算我今天是要用上那個我也不管 沒有 再一個 不可能吧 這遊戲會毒星是不是啊 太誇張了 這個先賣掉這個先賣掉這個先賣掉 這個都不要 然後有藍劍耶 這個也不要這個也不要 11 扣地也都來 欸全部神話都出了 欸不是全部神話 全部神仙 啊印地也可以出欸 印地也來一隻 欸還有那個 瓦特也還沒出 然後有這個 先不要 還有沒有機會再給我多一點 我現在後面都放在後面啦 我不想打太快 也不能說不想打太快 就只是想要等下給球方一點空間 欸 你確定嗎 直接賭金 15% 不是吧官方 福仔都兩隻了 我都講到喉嚨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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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啊 然後給我一個樹就好了 再給我一個樹再給我一個樹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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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樹了有樹了 來吧 哇欸這目前看起來好像還好 對啊我們要給他強化上加15 來我們這邊 欸他現在拿金了嘛對不對 所以加5 喔變大根 喔難怪我想說他一開始在幹嘛 我有點看不懂 所以如果加10的話 喔再更大根 那這個就變化好像有點小 欸他身上也變金色了欸 喔 呵呵 有帥氣到 可是這個還不是重點 如果只是這樣子的造型的話 我覺得還好 對我覺得還好 等一下才知道 欸這邊有鳥 我現在還需要進化嗎 好像也不太需要 啊我想要再第二隻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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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第二隻就第二隻 那這些都賣掉 剛剛只是好玩而已 這個清這個也不用叫了 鳥這個拿掉 鳥這個拿掉 獵人拿掉 然後給我兩個炸藥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有一個樹 欸 哇靠這一局 好運到有點過頭欸 欸一個炸藥 然後我們有沒有機會再一個炸藥 可以 欸你都給我那幾隻 欸他給的也不錯多欸 就是不給炸藥 有了 來了 我剛剛問一下什麼 雷神棒棍嗎 還是雷電棒棍 這是加11 喔其實我可以多掉幾隻欸 喔現在目標要拚的是加10 喔 有了 欸他造型比較小一點點 我們這邊來比較一下 這幾隻都是克金角 我把它移開 等下剪封面也會比較好剪 欸 那個 是很帥啦 欸他剛剛不是比較大隻嗎 還是說我在強化上去那個角色的數量會變更大 反正就是造型會影響你的 體感傷害 哇三隻都進化成功欸 還不錯還不錯 有沒有機會再一隻 目前是沒有機會 我這裡有50個幣 來這邊稍微的給他上去一下 那傷害有變高嗎 應該是沒有啦 我相信 不可能因為這樣子就變高吧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好像就算沒有用上破防 有有有有 其實我們的破防角 沒有耶我們場上沒有任何破防角 然後我們等一下看福袋有沒有機會 給他強化上去一隻 然後這邊看有沒有機會再叫出一隻 放棍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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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隻我想要用力去拼 這樣的話畫面比較嗨 然後再給我兩個炸藥 我們就可以了 炸炸炸炸炸 有一個炸 沒有炸 然後再一個 有了有了有了 三隻放棍 好的 那我們這隻藍絲先放旁邊 好啦就這樣子 給他上去吧 為了以防萬一扣地還是在這裡 不然怕很危險 好那就走囉 現在是53回合嘛 他現在強化是來到5000多萬 我們也先給他灌上去是來到了 一千 五千 五百多萬啊 現在是一千五百多萬 然後這個是七百多萬 那我們就走到八萬多塊錢的情況下 六十回合我們再來好了 稍微存個錢 感覺要強化到加神滿難的 我有加十二球棒了啦 只是我到現在加十二球棒 我還沒有拍過片 因為那是打地獄之後弄的東西 有點小虧 但是因為為了打地獄嘛 不得不這樣 來走吧有沒有機會 唉唷 剛剛已經加上去了嗎 十二 十四 有沒有覺得 他是不是會越來越高啊 十八機會上去 十七 唉唷有變大隻嗎 好像看不太出來喔 對啊 我覺得會覺得 球棒其實不用加到太多 十十一 到十四之間就夠了 對 然後你在高人的話呢 就只是為了好玩而已 現在這個加十七嘛對不對 來再一個 再一個 啊沒有失敗 來我們這邊再重點一波 有沒有機會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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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四 哇 又歸零 欸 同學 欸要加到一個十七 十三 十四 欸其實當初有一個球棒Bug 可以直接 百分之八十 從頭到尾的機率 好像半個小時就被修掉了 十二 沒有 十三 十三 十四 哇這個十四這麼難上喔 看有沒有機會上個十六 讓我也可以補一下 哇 完全 不 十二 十二 已經到七十灰了 十四 又十四 已經用手抖了 方式 我還有十幾萬 十三 十四 哇 太難了吧 先加另外一隻 十三 爆 那個十七到時候再來點一 下 十三 欸十五 這麼不好上嗎 我前世還有啦 我點到都酸了你知道嗎 十五 啊十五 也只到十五而已 也沒有上去 十二 十三 哇十三 十三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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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Fuck you 拜託 沒有 十二 好 進化一下 是不是快要到底了 七十六回合 十二 十三 十三 三十八 三十八 十四 來啦 先來個八% 沒有 欸 他變大隻欸 欸 啊他只是一個bug而已 欸 哇 哇 欸他失敗會變大隻欸 欸 十六欸 哇可惜 沒了 我現在點到七十幾萬 加十四一隻 這一隻還沒有上去 十五 欸剛剛十五卡超多次 十六 有了有了 十五 不行 剛剛加十七已經是極限了 好啦你說這個造型帥嗎 是帥啦 只不過你要點到加十五以上 才會有那個感覺 然後我剛剛是都沒有召喚狩獵 我剛剛是都一直在玩我的 強化 我是玩過頭 所以剛剛其實我是不是少一隻兔子 好像一局最多三隻兔子對不對 好啦不管怎麼樣 你覺得這個造型如何呢 欸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都比那個兔子還要來得便宜 對 那個兔子真的是太貴了 他是不是發現兔子的狀態 然後急著 才這樣子出 不然有一點可怕 對我這邊也還沒消耗完 而且我今天是有瘋狂拍片的情況 來再許願一下 有沒有機會呢 欸有欸中秋山賊 好啦我還要再繼續的拼一下就對了 那最後最後的話應該就是 欸可是我剛剛看他的造型好像別大隻欸 對啊怎麼這裡看弄小子 來稍微的看一下 他是一開始嘛 然後變大更一點點嘛 然後再變大身體也變金色嘛對不對 然後直接變成雷神的樣子嘛 還有再高嗎 喔沒有這是他的最終形態 對啊 他還有一個奇妙的形態啊 他那個形態是什麼意思 還是說 他剛剛的是這招旋風打擊 然後最後那兩下是全力揮棒 他才會變得比較大隻 應該是這個樣子沒錯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的這個 雷電棒棍小子的造型啊 不知道你覺得如何呢 你這樣說起來我覺得藍色好像比較划算一點點 然後要記得我們的這個邊框 是只有這個時候課金才能拿到的 如果你這邊沒有課金 我好像目前是沒有辦法拿到 有點限定獲得的地方 所以我還是會建議 如果你是無課的玩家 可能不要花鑽石去買這個造型 因為理論上他沒有加任何的能力 但是如果你為了造型想要加的話 當然也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畢竟他是可以濃 就濃出來的一個東西 不像其他遊戲就是一定要課金才會有的造型 如果從這點來看的話 其實這個造型還算是蠻好獲得的 除了那個鋼鐵貓以外 那個鋼鐵貓真的是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已經課好課滿了 結果竟然拿不到造型 到時候活動完的話應該是有機會 但我覺得有一點不舒服就對了 那這影片就該到這裡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我是皮尔波外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了 等等見321 拜拜 再次成功 進去 往後 這個影片 有多點 倒出來 我們可以參加